多余的空白列删除的话该怎么做 那特别注意插入跟删除列的部分 记得从下方记得从后面往上删 为什么因为你删掉之后它会往上递 如果你从上往下它会一直顺序会一直变换 所以这个地方我还是建议反向 可是问你反向你要怎么删 你可以先demo一下 也许比如说我先把63给删掉 63删掉之后的话再61 对那61删完之后再59 你会发现它基本上都是什么 都是间隔一个 所以step怎么样 step你要-2 刚刚是-1 63再来61再来59 也就是说你要删的话 不是-1一定要是-2 如果你-1的话全部都删光光了 它每一个每一个都删掉了 我们是间隔一个三间隔一个三 OK应该可以懂得逻辑吧 那所以呢程式的撰写一样 甚至你可以刚刚如果插入空白列 有做完你可以把它复制贴过来 改成删除空白列 那for的回圈呢 我是从应该forI等于63吧 从63 一直删到哪一个呢 删到第三列为止 第三列是这一列 删掉它 再上去就不能再删了 那中间间隔一个的话 记得就是step怎么样 -2 OK 那再来就ros.delete 就OK了 它就怎么样 帮你删一个 然后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中间比较关键是step-2 OK 这个地方 可能要 试试看 -2部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跳一个三 跳一个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63 那一样 做完之后 请你按F8 逐行去看看 所以按F8 你看一下63删掉了 再来的话60 因为它-2 所以再来I就变61 那61就帮我把61给删掉 有了 然后再来就是59 59 57 55 有没有 一样 后面都一样 所以我把它直接执行 马上就OK了 所以这边的话是 顺便补充啦 讲义里面还没提到 没有 这个是额外的 因为刚好蛮多同学 只要讲完这个 就一定问 老师那如果要 因为他用这个来当他的年利 那如果没有空白 列对他来说很麻烦 那怎么办 我说不然我们就干脆讲一下 如何批次的 三行程式 一个回圈加一个Raw 实物件 加一个insert的方法 就可以完成 插入另外的话就删除 也可以 OK 可以是 老师请问 三主话可以用条件式 凡是看到空白列 把它直接删掉不行 可以啊 可以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可是就是 以我的立场 我讲过 我程式越短越好 如果多一个逻辑判断 要多两行程式 OK 可不可以改 可以 你这个 比如说我现在插入空白列 如果要删掉的话 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你也可以啊 就是如果你要改写成 你刚刚讲的 那个step可以1 1的话是每一个 但是你要删的一个条件 如果 if什么呢 if 那个储存格 sales sales里面的 我用a 理论上是一个储存格 来当代替 这个a栏那个 假如说那个a栏里面的 那个什么呢 a栏里面的等于空的 拆去删除 OK 删除就写在下面 后面加一个then 再一个空一格then 才去删除 然后面记得删除下面再end if 一定有if就end if 然后呢 把rose delete的话 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个的中间 你这边打错了 OK 因为我 打程式最好两只手 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只手 OK你看我打一只手就可以打程式了 所以其实写VBA不是你手多就厉害了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这个逻辑判断 有没有判断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地方一样从63列 那再来判断 那判断的话 往上追踪 这种写法也OK 只是说 我讲过了 程式越短越好 变得多两行 我在抉择的时候 我会觉得 看能不能 不是这个 这个是删除空白列 删除 然后这个A 63里面是不是空的 是 他就把它删掉了 然后再来的话 再来就 这个的话是 里面有资料 这个是62 62有资料能不能删 不能删它是什么 跳过了 有没有 Next 下一个 再来的话呢 61 61里面是不是 4 删除 有没有 这样可以啦 可以啦 所以 全部 就也是一样 都OK啦 我问就是因为 现在 比如说 插入列人物 奥买列人物 不小心按两次 它就会 那你就可以直接拿这个来删就好 那你这样 等于是会变通了 对对对 像之前就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删除 插入一个不够啊 我要插入两个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就印射两次不就好了 对 反正这后面就是你要自己去变通啦 我只是真的是 师父临近门 修行在个人 剩下就是你们要自己去想啦 反正你就是 城市不是死的是活的 那你就要想方法把它给变出来 那你的工作就解决了 对不对 你以后的工作绝对不是 那么自私的 一定都是 会有很多的变数存在 你就自己去 所以 特别说 这个列的应用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减少很多的麻烦 像我 光要删除重复列的时候 你就判断一下嘛 如果这一个列的储存格 跟它加1之后的储存 或减1的储存格里面的资料一不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 那我就把它删掉 所以你这边可以改一下 判断式有没有 也可以改成 跟那个 i-1的储存格里面 如果一样的资料 那就删掉 像我常常 拿这个VBA来删除重复列 还蛮方便的 全部都帮我删光光了 那我就不需要说用人工的方式去删除某些资料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那程式真的不多 也不需要把它写得太复杂 但是前提就是你要真的了解 并且会使用它 OK 好 那应该没问题啦 也是 我用X1档5 X1R 哪一个 如果老师本来一天叫我们有X1档5 XL XL 对对对 如果我想知道说 这个最下面的列在哪一列 但是我变成说我们刚刚不是有那个 插入那个什么呢 插入一个空白列 对不对 那个插入空白列 如果我刚刚用向下追踪的话 Ctrl向下就会失败 为什么因为中间有很多空白的 那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你可以从最下面追踪回来 比如说我先Ctrl向下 我知道我这下面是Range 6536 我Ctrl向上 我就可以追踪到62 那这个语法就是XL 之前是Done 你把它改成XLup 从6536 XLup的Role是哪一列 我就可以抓到 我最下面那一列是哪一列了 OK 这也是种变通方法 什么时候会用到 好像还蛮多机会用到的 不过也是一种变通 所以有的东西还是得见招拆招 OK 好 试一下 然后今天大概就把那个日期时间 这个章节讲完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就要继续再来看那个数学 跟统计相关函数 那运用我想应该会更上一层楼 而且我觉得实用性也会相对的也会更高 所以回去的话可以先预习一下那个我们的数学函数 数学三角数学跟那个统计 那里面的话有像黑名单筛选 这个所谓黑名单筛选是两个范围比对一下 有没有重复的部分 新的跟旧的 或者是要跟不要的 那有没有办法快速查出来 诶什么方法可以 那你用人工比对我比不完 所以你其实用很简单的方法 下礼拜跟各位讲 另外的话还有什么 中奖几率的统计 诶用什么方法来统计最快 另外的话本来这边 抓网络资料 我是这边可能 网络不知道能不能抓 能不能连 不过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再补充一下 怎么抓一些简单的网络资料 好那今天的话我想 时间刚刚好五点钟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